尋求一手Double 我們的Jungleman他有7個大盲 A3不同的話還是直接蓋掉 那我們今天換我們的程維良應該選擇一個直接ALL IN 他有UDG加3 11個大盲 10個大盲 是可以直接ALL IN 大盲 大盲 這個大盲 大盲 這個狀況其實對我們的Jungleman是一個蠻不錯的狀況 畢竟他的全場籌碼最少 那如果看到有人兩家ALL IN的話 對他的短碼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所以他應該蠻希望WIKINGYANG可以獲勝這個比賽 給66加油 對 那我們的剛剛我們也看到我們的Jungleman在UTG蓋掉了A3不同話 所以現在S其實也少了一個COMBO少一個組合 我們這邊YKYANG基本上 基本上 終於帶了 基本上胡好了 YKYANG是6 後面有連發成順子才有機會 10Q才有機會 這樣的話 沒有了 好 那我們就恭喜這個 對 獲得我們的第9名 打的還是標文件 I'm gonna fuck someone up I'm gonna stay longer at the final table 哈哈 Try to get as much money jump 我們看一個這個Money jump的情況 第8名的話 這個 第8名的話就會有41萬歐元 基本上每一集會多增加10萬歐元這樣子 接近100萬人的地 80萬人的地 哇 我們看到這幾把還都是蠻有牌的 小蠻味的YKYANG這邊是拿到A6黑桃喔 選擇一個平跟 他這雙方都算是生酬嘛 對 我們的Benjamin Higgs這邊的King Queen 紅心應該選擇做一個家族 是 大概是一個60到65萬吧 3.5到4倍左右的尺寸 540 Race 540 招責一個人的超3.5倍 3.5倍 欸?Are we given more chips? 啊?more time back? 我想A6應該會選擇跟著吧 還是一個很不錯的牌 5 好 A6黑桃選擇了一個過牌 嗯 跟著啊 平跟的跟著啊 喔 中了一張6 中了一個flash sword 那這個對YKYANG來說是非常的好啊 那 在這種狀況 其實這種牌雖然看起來非常的強啊 我會比較 推薦 推薦我們的 觀眾選擇用過牌跟著的 嗯 因為這種選擇過牌加著的話 假設對手有很大的牌 也不會輕易的給你啊 雖然你的牌有無限的可能性 但你畢竟現在只有一對6 哇 這張 讓我們 我們的YKYANG集中了一個NAS 哇 那現在應該在考慮到這邊選擇下注 還是選擇過牌加著或過牌跟著啊 那 因為畢竟K很有可能是對手範圍 他選擇過牌 希望對手做一個下注之後 他能獲得更多的價值 好 我們的Benjamin Higgs非常的小心啊 好 繼續過牌外 擊中了一個K也沒有選擇下注 那這樣的話 他 在合牌 他變得 很可能能在對方 下注的情況下 跟著從馬漾去棄掉這個K了 發了4張黑桃 我們再看YKYANG會不會繼續再埋伏一手 好 還是選擇要出手了 再120萬 我覺得下注個65萬之類 打個一半 對手 很難有一些好的黑桃 下注個70萬 Benjamin Higgs 這邊有一個頂對K啊 可是這 對他來說這開得非常非常爛 一張 一張7就順子就算了 然後上面還有4張黑桃 那手上只有一個頂對 這邊只有一個頂對 你要去抓這個 其實比較不現實一點 開始使用延遲 不知道能不能蓋得掉喔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後面那樣桌子 應該是我們短牌Final Table 可以看到我們的Danny Tom 站起來了 那我剛來的時候 剛好遇到Danny Tom 因為我們直播有延遲嘛 那Danny Tom 很可惜 沒有可以直播到他的手牌 他跟我聊到說 他在這個短牌的Final Table 他跑得不是很順 兩個Flip沒了 然後就出局了 那可以看到 這鏡頭看過去 又可以看到我們的Peter Jettin 那Peter Jettin 一直以來都是我們短牌的Final Table 基本上算是保證名單之一 其實我蠻好奇 因為Peter Jettin的打法 其實他基本上是把牌攤出來跟你講說我什麼牌 可是他就算是這樣子 他還是可以打到很後面 我們YKing Young用一個Nuts的花 除了銅花瞬以外的Nuts的Flush 那收下了這個底次 還是選擇 還是選擇跟注 因為畢竟從後到後都沒有選擇下注的狀況之下 YKing Young選擇 在一個River選擇下注 其實還是會有一個機會 不會是一些Buff吧 一個偷擊的機會 可以槍口加2拿到了A4 黑桃 那他也是只有 呃 10 16 7個BB這樣子 他選擇還是加注 應該是一個OpenFull 因為他的位置太靠前了 這個位置要All-in的話 後衛狀鋼板的可能性會比較大一點 大盲位的Michael Jones 我們的張馳啊 那這個E他的風格還是選擇會抵抗的 嗯 5-7銅花 其實在 在大盲 任何的兩張銅花 遭遇對手的加速都是能抵抗 那如果兩張牌又有沉順的可能性 基本上是一定跟的 對 不要太弱的 比如說 2-6銅花 3-7銅花 4-8銅花 這種稍微比較邊緣比較弱的話 可能會選擇放棄 好 好 Flub5-5勾勾 那這樣的話 張馳是擊中了一個5 這樣的話應該會去 進行一個過牌跟注吧 那Daniel Cut 就是我們 我們的 Jungleman 這邊選擇一個持續的下注 是因為他位置稍微比較靠前 那張馳勢必要抵抗一發 是 25萬下的並不是很大 差不多是1.5個大忙而已 看一下轉牌有沒有黑桃 或是Ace可以讓我們將功能繼續下轉 轉牌是一個方便圈 那這邊因為翻牌的結構是非常的乾的 5勾勾 那我們的Jungleman 這邊是完全沒有一些攤牌的價值 很有可能是會再試著偷一發 然後選擇放棄 那當然如果要這邊直接放棄 我覺得也是ok 因為畢竟他後面衝髮生太少了 對 像我們剛剛講一下衝髮太少的 不敢去亂偷 因為對方很可能假設有5有勾的話 都不太會蓋給你 因為翻牌的時候 沒有太多的一些 可能聽筒話或聽筒的牌可以繼續跟下去 那張磁在這邊選擇一個 跟住的話 所以讓我們的Jungleman 選擇放棄攻擊 因為他籌碼是太少了 只剩下10個大忙 那他不想要在自己完全沒有中之下 去投入底次嘛 你現在就是籌碼很少 你就有牌的時候再丟進去 不要去亂做bluff 對 會比較好一點 張磁繼續選擇過牌 來 這邊Kate想要強行奪取底次 只可能用O-In這樣子 的一個O-Post的 可是蠻堅困的 蠻危險的 對 很堅困的 就是他在賭對手沒有Jack 嗯 那而且甚至對手有5都有可 不知道會不會跟 對手有5不知道會不會跟 可是就是現在他籌碼聲太少了 好選擇一個Check 放棄了 就我們剛剛有想到 你現在籌碼太少了 你不太有辦法去做bluff 感覺他的精神狀態 真的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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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哇我們破壞這邊在槍口家 有一直拿到了A-A-SUS啊 哇哦 兩個大忙 3、4、2萬的一個Open 他目前我們從開始到現在 他的動作還都蠻少的 加注到36,000 他是目前桌上的Check leader 所以其他人如果沒有什麼牌力 是不太會跟他 嗯 啊我們這邊大忙的Y YKing Young是拿到了K勾啊 這樣的話應該也是一個 也必須一個必須要抵抗的款 對 啊我們YKing Young的這個 籌碼量比較多一點 剛在淘汰黎明玩家之後 Flop是7圈圈 啊那這面對Paul話來說 還是非常好的 我還是戴了一個墨鏡 哎這墨鏡也是好奇 不會反射出自己的手牌嗎 這麼這麼亮晶晶的 我剛在鏡頭前都已經好像看到這個 他的手牌了 好我們這邊 應該這個墨鏡 對 像鏡子一樣 那我看到 因為這樣子看到他的手牌嗎 不是就是看到他那個牌 已經這樣看 他就沒有沒有看嘛 但是我覺得很很有機率的 很有概率能看到 你看很清楚耶 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吧 這樣的話 這帶太亮 我一定要 吸中一個勾啊 是進行一個主動下注 三萬五千 350 這邊是鄭重Paul話的下懷 選擇了根柱 選擇了一個根柱 這邊拖放 可以轉一下一個不錯的底子 嗯 那我一定要選擇一個架子 下注我們對POPPA 也是一個輕鬆的扣 下注 24萬底子下注 75萬 240萬底子 哦不是 是下注之後是240萬 也就是說 在170萬的底子 下注75萬 那我覺得POPPA 這邊是應該給一個輕鬆的根啊 選擇了根柱 選擇了根柱 先 check 好 欸 欸欸 欸 哇 這麼大 好 我怕這把控制也打得非常好 嗯 因為籌碼很少很少的時候 你必須要爭取個機會嘛 那你當然正EV的話 想辦法你就要去跟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你籌碼很多的時候 那你去 那你去 就算你輸了也無傷大雅 那正EV的時候 那我就會拚一下 可是如果你籌碼是在中間的位置 就是 這一刀你贏了 沒什麼感覺 輸了會很痛 那我覺得會比較傾向於蓋牌多一點 就是我們會 可以從一些數學的算式 或是一些公式知道 大概跟什麼牌是正的 跟什麼牌是負的 我剛剛看最差好像跟到勾五哦 對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你會知道數學上怎樣是對的 可是根據狀況 要從數學上去做調整 你要根據桌子的狀況 一下比如每一名的Pay John 是差很多錢的 那我可能就不跟這樣 我覺得是不太一樣 還有就是 如果不是打一些這種 這種級別的比賽 打一些就是 可能玩家沒有那麼厲害的級別 大部分人是比數學算出來的 潤智要緊的 所以他會推的不止數學那一些 就可以考慮收緊自己的範疇 這邊我們的Steven Chewik 那這邊在擊中頂隊的狀況之下 是不會蓋牌的 還有後門花的概念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Trackers Owing 那這邊雙方分底詞的概率也蠻高的 因為7跟10都比較大 你只要再大於一張 你只要再一張牌是大於5的 那就分錢 蠻容易的 蠻容易大 那我覺得張慈選擇下注的話 Trackers Owing 可是我之前有跟觀眾聊到 A4這種牌 我可能不一定會選擇下注這個翻牌 但如果對手是短碼的話 我可能會下注 那在正常籌碼量的時候呢 我會用A8當個臨界點 A8以下我不打 A9以下我才打這樣子 那在這次我做的正常的狀況就是 譬如說雙方籌碼是一個 三四十個大忙以上 我會用這樣的策略 那如果像這種對手只有10級的大忙 那我比較傾向於打 因為不管怎樣我不會蓋 我不可能在10級大忙的狀況之下 蓋掉我的頂隊 所以我一定會打 然後想辦法盡量打 再O1 好 選擇Trackers到45 沒有自己O1 5、6、7、8 你叫我KING HIGH OK這邊選擇Trackers 那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你選擇一個過牌加組 其實跟直接O1其實會有個差別 就是對於對手來看你的話 如果你直接O1 會讓對手的決定變得簡單 因為我要跟不跟嗎 那如果你選擇Trackers的話 你會變成是讓對手覺得說 你的 會多想一下你後面還有籌碼 那你要幹嘛 這樣的話分尺了 對這樣子可能就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是 完全是分錢的 分這個籌碼 所以會不會 因為擊中這個A 應該也是會覺得 在這個十幾個大忙的情況下 不會放棄了 所以想盡可能的分 就是看打多少 能在後面把自己的後手賠率打到1比1 那Curic這邊也差不多可以直接O1 10個大忙 後面就落了一個大花圖 蛤? 又去拖啊? 肯定拖 100萬多拖 這個Curic 這個就是 他打得很細膩啊 他也沒有選擇直接O1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在這邊直接O1 對手就只是在想說 要跟不跟 就是比較簡單 可是你看你這邊打 對手後面又有一些籌碼 會讓對手的決定會變得比較複雜 所以我覺得這邊選擇Curic 然後選擇一個下注 他籌碼雖然剩得很少 可是我覺得他把每一發動運用得很好 那Curic這樣的下注方式 也 他也並不會蓋掉他的A3 畢竟都丟入那麼多籌碼 送給啦 呵呵呵 Reverse一張草花2 那現在底次已經來到263萬 那Curic在這邊的策略 會是O1 還選擇Curic 那張草花2 其實讓Curic應該是會比較 覺得會有一點點猶豫 因為畢竟如果對手還是會有一些埋滑的範圍 喔 雙方都選擇過牌啊 嗯 很謹慎喔 喔 真的是很謹慎 好 要拍那個囉 你自己打嗎 好 我們的Jungleman選擇 直接O1 10個大忙A3 off 那我覺得在Curic O1 這個A3 off是一個 蠻正EV的一個O1 那Pofar這邊 我覺得蠻難跟的 因為畢竟後面還有兩名玩家 那有效籌碼他也只有650萬 我覺得K10銅花會比較傾向於跟住 那K10 off還是稍微弱了一點 那我們的Curic WOW 我們這個Michael Souza 可能會有一個Double Kill 那我們要看一下Curic 會不會選擇這個跟住 對A7就蠻接近的 我覺得很有可能會O1 再加上他要Cover對手一些 那對於我們Michael Souza 就是這兩家O1 他都會跟 因為AQ銅花太強了 Curic 33%的Range 所以我們這邊跟到16% 那我們Curic這個A7 off 差不多就剛好是16 剛剛好16 就所以沒有特別領先 A8 off的話就是 A8 off的話就是絕對領先 AQ的話就是EasyCore 面對兩家 AQ銅花非常的大 那其實我覺得這邊應該是蠻會選擇跟住的 因為首先第一件是Jungleman O1 這個160萬 那我Michael Souza 一對一當然不用想 就是直接跟了 假設沒有Jungleman的話 我們Curic可以再小毛O1 那我Michael Souza這也是Hepico 所以基本上在這兩個 比較後面位置的狀況之下 都是要跟的 所以我覺得 Michael Souza之所以會考慮這邊 要不要跟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現在是一個 一個Final Table 每一名的獎金都差很多 所以他在想說這邊要不要跟 可是我想他想到最後 應該還是會選擇跟 因為畢竟AQ銅花是前5%的手牌 就像我剛剛第一個講的 第一個推33 第二個推16.5 這邊8點多% 就我覺得66架 AJ架都可以跟了 所以我覺得AQ是5% 所以應該還是會跟了 好 一個三家的Owin 啊 我的 我的 我們的Michael Souza 是暫時的領先 那如果這把 Michael Souza 能順利的收下底池的話 他把Michael Souza 就會成為我們全場的 主持人 主持人 哇 好 Kingsha Kingsha 你們不知道嗎 Kingsha 去不去啊 Kingsha 後面兩個 不會了齁 我們Polfine在問 Kais要不要去啊 他說 如果在這位置要不要去啊 可是大家應該也是 建議他是盖牌的 不是吧 Anybody folder a 3? Folder a 3 Folder a 3? I've folded a queen 3 or a 7 Less likely to be a 3 Maybe King Goose? K 4, 5 Chewik has a flush draw The only one is the one is the one I'll take a fucking pair of the board He's dropped a 3 player of the board Oh my god Oh my god I lost a 6 Chewik's first draw Not hot He's got a 3 player of the board He's got a 1 player of the board He doesn't even block you out You're a king? King King Yes I want Red on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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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e're Michael Solica Let's kill 3 參加 這隻戴上有眼鏡 三十個大盲左右的一個後手 全都加住了一個四十二萬五千 那現在在我們直播間的觀眾也可以去關注一下我們的官方微博啊 就是我們的TritonPoker 那我們這邊我們的張馳面對Hijack比較後衛的加座 我覺得這邊應該是個不錯直接O-in的派 25個大盲 那當然他不知道Poker手上的牌那麼強 那25個大盲O-in是一個 25個大盲O-in是一個非常正確的一個打法 這個99非常的大 Poker Queen 如果Poker這把贏下來他的籌碼就會超過一千萬了 是一個蠻大的一個底次 現在底次有一千萬 5萬塊 我把他包含了 這算是蠻酷的 蠻冤架的牌 6萬塊 ww 1 0 1 4 1 2 1 2 好,我們翻牌Q33,我們的POPA直接擠動個頂葫蘆了 我們直接QUAD啦,我們的POPA直接贏下了這個大的底池 那我們的張池,則是獲得了我們的定 我們這邊,神龜悟很有可能會ALL IN 他這邊是六七個大盲,對,應該直接ALL IN 我們WAKING YOUNGJ3OFF,其實有點接近 但還是應該會蓋牌 這個勾三,因為你看那張勾會蠻想跟的 而且他ALL IN的真的蠻少,就六個大盲而已 六個大盲多,那本身只要再補五個大盲多 等於是,大概是補個140萬,去贏個350萬 如果是100,跟100,丟140去贏420可能就跟了 這個還是差一點點 勾三O差一點點,勾三桶花可能就去了 那現在籌碼760萬 雖然他的這個籌碼是Cover對手很多 喔,還是選擇這個跟住啊 好,我想馬上來按一下 我們這個大概是6.5個大盲的一個 一個ALL IN I think I looked up 8,I think Jack 4 called it 8 Jack 3 called it 7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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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仔也搞定啦 J3 OFF,哇,J3 OFF是一個很邊緣的一個跟住啊 大概只有正0.33 一個正0.33的一個期望值 就是每,就是可以贏0.33個大盲的一個期望值 我覺得就有點薄 那我覺得我一定要在這邊算是蠻有經驗的 算是跟對了一個範圍 可以 要沒問題 好,那可以 可以 如果是可以 可以 有喔 從來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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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我今天是拿到了queen2的大盲 小盲位所以的是八八 这边应该是一个直接的all in吧 all in all in the squeeze 八八 这边是十个 十一个大盲 十一个大盲 queen2红桃是不是有概念要解 这不行啦 二就不太能接了 我觉得二就不太好接 十一个大盲 所以你前面有说所有queen都要接吗 是所有queen都要open open 对啊所有queen都要open 我这边接了 哦外勤用水就接了 他刚刚跟一个 他刚刚跟了我们山滚舞 是跟了一个j3off 可是那时候跟山滚舞的时候是六个大盲 这时候是十个大盲稍微多了一点 不是我 那个 Soleda摊牌之后也比较惊讶 说你用圈2 圈2红星来接我 所以大概是十二个 十一个 十一个大盲左右 十一个大盲小盲大盲 圈2红花 圈2红花 震0.37 震的 哇 我们的YKU 直接击撞了铜花 这基本上是捉音队啦 哇 哎这个如果破坏和YKU 在后面如果能变成单挑的话 那就有意思了 对 将奖金留在自己家里 对 其实Michael Soleda也是他们马来西亚帮的一个 一个年轻猩猩啊 Michael Soleda这次的成绩也是不错啊 转位的YKU拿到了圈3O 选择器牌 哇 撞牌啦 怎么会这样子啊 天呐 这个 这个 这个太扯了 小盲卫的Haze 就是在这个阶段 非常开心的拿到一首 KK哦 哇 这边是 他只有20 应该选择平跟吗 对 这边是一个Limp Race Limp All-In的一个 那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加注一个80万 然后被All-In秒跟啊 或是被 Limp Race 哇这边撞牌真的没办法 真的是超级cooler啊 这个三人做 这样子的 这样的话 Haze Double的话 两个人充满自己一个互换 那我们现在只能喊S了 哈哈 好 我们的破坏 应该是要选择 加注到八十万或九十万 九十二万五千啊 九十二万五千啊 我的破坏运气真的蛮 蛮不错 感觉这个 如果破坏能在这一把牌 Hit到一个S 看来就是稳了 破坏加油 我们喊一个S 那真的变成自家单挑了 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小的Limp Race 因为牌太强 比如说是一个什么 两百四十万这样 加注到二 九十二万五千 二百五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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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Race到两百五十万 差不多 现在是All-In call 太大了 这个 这两个都不可能 有任何弃牌率 所以 所以 所以破坏应该要才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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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从昨天开始到今天运气都蛮好 不知道能不能继续下去 要这个好运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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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希望他能夠在這年拿一個好的這個成績喔 這個比S還有用耶 哇這個比S還強了 夠10圈 哇這是終於天選了 終於讓我們破壞天選一次 這時候不需要S了 這時候不需要S了 我們先來一張345678都可以 而且沒有後門花 意思是很難 只剩4張 A是一個chop了 只能分一個chop了 不要開疊牌就好了 好這樣非常非常的好啊 剩下兩張可以chop的話 我們的Polva這把進去 應該是要準備問頂我們的手作冠軍了 而且還是我們首次來倫敦 然後是首次的主賽事 倫敦 我們Polva這把冤家牌 用X-King幹掉了我們的Benjamin Keith 獲得了一個很多的籌碼 那家Polva籌碼擁有一千八百四十萬了 這個Flo Blaster真的天選喔 哇真的天選 一個跟注 52 又是52-63 那之前好像有一手牌是兩位拿相反的 52的63 但當時 Waikion是直接蓋牌了 這裡52是擊中了一個敵對 選擇做了一個過牌 哇 這裡 轉牌一張四啊 直接帶給Waikion一個順子 但我們的Polva的 沒什麼太大的支付能力啊 那一條街是總共要抵抗的 來 這裡50萬是一個輕鬆的跟注啊 看一下盒牌 一張八 變成了花 變成了花 也到了 而且是一個長順子的一個牌面 那一張六就會成為順 那這Polva籍如果遇到對手 下組也是 沒辦法跟著 這裡應該是一個過牌過牌了 哎呀 哎呀 OK That's right is it 我還可以用這邊有一個很強的A7 紅心 那我覺得在這個狀況 我覺得用跟的啊 用3倍的其實我覺得都不是一個大問題 底石現在130萬 他可以考慮加注到200多萬 那如果只覺得你加到200多萬 就勢必要打完 那我覺得這邊用跟擾也不錯 因為 呃 還是可以進去打一些翻後 那如果他可能是20個大盲以內的話 我覺得好像直接3B all-in的話 也是比較簡單一點 哇哦 雙方都有點擊中 這個A7看到這個面是非常開心啊 那我覺得Polva這邊應該 應該我們的應該做個check 是一個比較不錯的決定 因為在這個結構上大部分 我們的Polva是比較沒有擊中什麼東西的 那其實他暗中中了一張6 我覺得這個IP可以check做個埋伏 那我覺得這個繼續的過牌 兩回環下依然是過牌啊 第三條街還是過牌 這波發是一個第四大隊子 也是選擇過牌 下注的話也贏不到什麼比他弱的牌的價值了 最後排兩位玩家 手排質量都還行 火化是86同色 做了一個65萬的小的家主 外星 外星這裡是K5雜色 也是一個可以抵抗的一個牌啊 K5還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在一對一的騎士手排 但我們的 我們的Polva的68黑桃 也是一個蠻好的結構牌 直接是擊中兩隊啊 好像上一次拿到K5也是兩隊 對 在合牌啊 合牌出疊牌7的情況下 是 跟住了Polva的一個全下偷機 底池是160萬 Polva選擇下注了一個70萬 應該會直接被check race啊 是有可能 選擇一個平跟的埋伏 這張7應該是 Polva最好最好的一張牌啦 因為這張7讓我們 Polva有一點騎士回身 買兩頭順的機會 那 我們現在Polva只有8high 那 這邊 這張7可能是可以 給他一個下注的一個機會 這張牌 如果合牌 買不到順子的話 買套順子 買不到順子 都會變成一個大底池 因為Polva的8high 很有可能在合牌 會做一個下注的 做一個偷機的 哇 直接打220萬 哇 這邊我覺得 撞到對手的Top Ranger 我先用這邊應該會選擇 O-In 因為底池已經太大了 這邊很有可能是個O-In 他自己選擇跟住一條界 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他自己選擇跟住一條界 也沒有任何的問題 選擇跟住 因為對手打得很大 那這裡如果O-In的話 選擇太過強勢 如果我會選擇O-In 主要是因為底池太大 後手勢太少 River我沒有主動權的話 我就只能check 又是發的一模一樣的牌面 這牌 讓我感覺有點像是回放 哈哈 那現在這邊已經有一個740萬的底池了,我們破壞了只有8HIGH 很有可能會試著想要去偷下這個底池 我們直接ALL IN了我們的WIKING YOUNG 這邊對他來說是一個非常艱困的一個牌啊 那雖然這邊有一個HIGH ROW的兩隊 但這邊上面又有疊牌 所以他的兩隊是被盒牌蓋掉了 好,現在這個底池是一個2500萬的底池 2500,99萬 不然不知道 不是我有記事感,因為這首牌在我剛過來直播之前正好在現場上看到了 所以我剛還以為是在屏幕上看到了 那是做了一點小小的劇透 我說怎麼兩手牌簡直一模一樣 這太誇張了 沒有任何一位玩家有擊中,目前依然是 而且兩位玩家的開拍價值都很差 一個是8HIGH,一個是10HIGH 這應該是一個誰先拿 誰先打,誰就贏 好,合牌是有一張梅花三 我有四張,四張梅花二 那這邊我們的頭髮應該就直接選擇check,showdown吧 畢竟他只有一個,只有第二大,華泰沒辦法揹入梅花二 這邊應該是一個直接過牌的一個check 還做了一個比較小的下嘴 還是選擇下嘴 8HIGH,8HIGH這裡就不用抵抗了 這個牌有點略差 哇,這個真的是厲害啊 用一個第二小花來value在四張畫的結構上value個8 VIGO三配啊,KICK8 破發式呢,稍微給力一點啊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個double的機會 你比較希望誰贏啊 我當然比較喜歡破發贏了 大家好像都蠻希望他贏的 因為他之前,在之前的這個 他實在有付出太多的努力了 哇,這裡 K2對K4 你剛坐下來 木木,你剛來 K2對K4 不過還好,這個是很容易發chop的 24嘛 踢腳不嚴重 任何只要不進去的都很容易發chop 目前 看一下 結果翻牌4-4X 哈哈 你到底希望誰贏啊 我反過來獨奶一下 嗯 破發真的是 因為 有 有 付出太多啊 他之前 在黑人站其實贏了蠻 進了蠻多獎金圈的 但是都沒有冠軍 好像有一個亞軍 K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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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3P K3P K1P K3P 真的是好神心啊 我是来自未来的 未来战士 给他做吧 那这样任何堆子都会trop的 对 现在只有二和四 对 现在只有二和四啊 是 能够 对对对 六点几的概率能够出现 输赢 而不是是 就是 哦 一将一套八 一边六点几 对 那这样的话就是 有惊无险吧 有惊无险 哇 这里是1比7的筹码量 直接是跟住了 这里好危险啊 这里也是一个接近四六开吧 是的 如果他能赢下这个底池的话 八百九十万啊 是 重新有了一战之力 尋求一个击中吧 也还好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夸张 希望能击中 或者是 那张草花 可以了 落后了 落后了 其实 看一下能不能 发出来一张圈 或者一张六 或者一个草花 其实还跟一样 它和这个破坏 某些打法还蛮像的 它们都属于就是 比较被动 哦 有两张没花 还可以 有机会 这个翻牌面对于 文化来说反而非常好 因为一下子 对一下子就有了 五五开的一个概率对抗 看一下 对一下 哇 这个 这一想 哎呀 这手牌 收不掉对手的话 又被对手拿到一千万了 接近一千万了 哇 反超 哇 这里非常棒啊 直接是击中了 对 哈哈 出牌之后 有可能就是九百万对二百四十万 两千四百万 又有的打了 对这样的话 三个九是会淹掉这个对方的对子 然后K勾也是 呃 Waikin Yang的出牌 看一下 八张出牌 哇一张勾 那么 啊 这样的话我们的冠军产生了 就是 Waikin Yang 对 恭喜Waikin Yang 获得我们 传奇扑克 Triton伦敦站 十万英镑买入主赛的冠军 获得三百零八万英镑的奖金 对 波发非常的遗憾 又一次的拿到亚军 哎呀 又一次的拿到亚军 但不得不说 波发确实是 打得非常好啊 这一场赛 在路上 他也是在路上 不要紧 还有下一次 是的 恭喜一下